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天鵝美食這個頻道 我是杜師傅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一個就是龍蝦蝦餃 下面我們把麵皮搓成條形 出體拍皮 這個蝦餃皮和蝦餃餡 在上一個燕子餃的視頻已經介紹過 大家可以翻越過那邊看看 現在我們做另一個品種 就是蝦餃 先把麵皮搓成條形 然後出體 體重是6-7克 蝦餃餃是10-12克 出體後用一把拍皮的專用刀 拍成薄的皮 拍皮最好就是拍到有少少的陰陽皮 即是一邊厚一點 一邊稍微薄一點 薄那邊就做前面打折 後那邊做後面 這樣做出來的蝦餃就更加理想了 現在我們包蝦餃 就中間兩隻手指鍋下去 慢慢推 推到最好是11折 這個就是比較標準的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龍蝦丝布,發酵 些滋潭 水已稍為燒 用最猛火 新鮮蝦丝 用4-5分鐘 蝦丝 將蝦丝蒸出來 放上蝦子 完成一種装飾 放上蝦子 大約蒸半分鐘就可以了 龍蝦餃已經蒸好了 現在蒸出來就是這個效果 然後我們把龍蝦的裝飾和凍麵花蒸一蒸 我們的凍麵花蒸了大約一分鐘時間左右 它就透明更加好看 我們的龍蝦餃做出來了 現在就是這個效果 皮薄餡麗 皮就爽口 餡就是彈牙鮮味 我們加入了龍蝦肉的元素 它的顏色就白裡透紅 大家喜歡的話 在家裏做些品嘗 如果喜歡這個視頻 記得訂閱、分享、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 我們要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群島 謝謝大家 請記得訂閱和點讚 我的爺爺的群島 謝謝大家